- 老实说刚开始说要试驾雷灵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因为我觉得这辆车根本就不用试 想能想到它的各种特点 但是呢我是不会云屏车的 所以我还是去试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它确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一说 有很多东西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以及对于一些特定的需求来说 这台车是很值得推荐的 所以这期老实说呢 咱们就尽量去掉那些 你可能在别的评测里面看过的那些环节 咱们尽量挑一些重点来说 首先呢它是一辆科技版啊 双擎的科技版 那1.2T呢也有科技版 它的售价是15万0800这双擎的 而顶配呢是15万2800 它比顶配要便宜2000块钱 但是呢它里边的中控屏幕比顶配的还大 液晶100盘的尺寸也比顶配的大 然后它还有一个顶配没有的HUD 所以这科技版啊真不是白叫的 次顶配比顶配多了一些东西 这种做法还是很少见的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在你预算不够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你需要的配置 说白了就是什么呀 这个车没有皮座椅 还是布座椅 然后塑料方向盘 然后座椅还是手动 全手动条件 然后后排呢没有USB口 没有扶手 没有出风口 然后它比顶配多了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科技配置 所以怎么选 你自己决定 所以很显然呢 这辆车就是给那些 愿意用一些舒适配置 去换一些科技配置的人准备的 那既然这样呢 咱们就先看看 它给的那些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这个大屏 12.1英寸 放在这么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中国台上上面 确实显得是很吸引眼球 但是它其实并不是显得特别突出 因为其实顶配的那个小屏幕啊 它也挺高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大屏放在这吧 就是倒是不难看 不过呢 它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好 首先第一点 它这个界面你看啊 很普通的一个设计 基本上是一个几年前的那么一个水平 然后还有一点更让人不能介绍 就是它的反应速度并不是很快 你看我那么滑 它不是很跟手 这一点不太应该 当然想一想风田之前的系统 还有雷克萨斯的系统 也能理解 风田这个方面做的一直不是很好 另外呢 它的功能也不是很强 除了一些比较常规的功能啊 就是一个插着U盘 能看里边的照片 然后能看视频 所以说主要就靠这个百度Car Live 还有这个去驾VLink 这个这两个东西 好在啊 去驾VLink 它最起码它是安卓跟iOS平台都可以用 因为这个百度Car Live 其实我之前用过老版本的啊 就体验很不好 我特别看 然后大家如果谁用过新版本啊 如果有什么新的这个改进 我给大家在留言里面说一下 然后这个去驾VLink 里面有什么西班牙雅FM啊 什么这些东西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下 这个车机它的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少了这个情况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也有一个语音系统 我试了一下 就是具体就不展示了 大家的结论就是呢 它是一个非智能语音识别 但是呢 它的识别率很高 而且反应速度很快 而且是可以就是连续说的 就是说它在说话的时候 你可以压着它说 所以在非智能语音识别里面 它是属于比较好用的一个 可以控制导航 可以控制空调 可以控制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功能 但是呢 相比这个中国品牌一些车的那些车机 那这个东西真的是被玩爆了很多条件 然后再看这个7英寸的这个液晶仪表啊 显示效果很细腻 然后功能很全 各种东西都在上面能显示 然后还有一些图像图像的提示 不能说是有多出彩吧 也不能把这个导航地图投射在上面 但是呢 应该算是一个中上的一个水平吧 就是挺好的 挺好用 这个东西 然后再说这个HUD呢 HUD确实是做得很好 它显示的信息很多啊 包括这个一些常规的一些形式参数 以及 有时候它可以显示指南针 它可以显示导航的这个 导向的那个箭头 然后它可以显示你的自动驾驶辅助的一些状态啊什么的 然后效果也很清晰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给一个高分 那它多了这些东西 它比顶配少了一些是什么呢 首先 就是这个方向盘 它是一个塑料方向盘 不是皮的 虽然说也做出了一些纹理 但是它的摩擦力还是低 然后虽然里边不算特别硬的那种啊 总之反正握起来 肯定是不如精品方向盘 再来就是这座椅 它是一个布座椅 说法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布座椅 因为大部分的布座椅 它是比较亲肤的 而且比较软 所以坐起来是很舒服 但是呢 因为这个布座椅 它这个后期使用时间长了以后 它的使用痕迹 一般来说会比皮座椅要狠一点 要重一点 而且关键是 如果你在上面撒上了什么汤汤水水的东西 那它打理起来就非常难了 所以说虽然我更喜欢布座椅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买车的话 我还是会选这个皮座椅 如果有人 哪天有人把这个布座椅的更换 做成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事情 并且把这个价格做得很合理的话 那我会更倾向于布座椅了 而至于这个手动调节呢 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如果是电条的话 它带记忆的话 那我会更新用于电条 但是如果是电条不带记忆 那我觉得无所谓 特别是它这个条这个靠背 是一个拉手 它不是那种像那种低配大众 还有那种低配的奔驰那种 它是那种旋软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就还好 另外呢就是后排缺的那些东西了 比如说这个扶手啊 然后USB口 还有出风口这些东西 肯定会影响后排乘客舒适性 所以这就看你后排的利用率 是不是很高啊 如果是高的话 那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这就是合资品牌 用比较低的成本 去给你实现一些 比较高的科技配置的一些方法 就是它会去拿掉一些其他的配置 来去实现它整体的利润 那你就必须得去做一些取舍了 不过呢 如果你又想要雷灵这个顶配的那些 皮座椅啊 什么或者扶手啊 什么皮方案盘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又想要这些 三个科技配置的话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去买隔壁卡罗拉 它的那个顶配是相当于 集合了雷灵的顶配四顶配的一个配置 把它放了一块 只不过就是没有HUD台中显示 不过它还多了一个前排的座椅加热 当然它的这个指导价啊 也会贵一些 OK剩下的部分 简单留下其他的 比如它的外观啊 我觉得人者见人啊 我就不多说了 我一想说的就是 它的屁股好像不太好看 我感觉那个造型吧 做的好像稍微有点小细 然后就是那个排气稍微有一点不太认真啊 既然是一个没有什么装饰的排气 那干脆就隐藏在下面就好了 你还要露出来 所以看起来就会显得不太好看 然后它内饰呢 设计很简单 虽然说没有什么很强的用料啊 但是你看这也都软的 另外其实做工是非常不错的 像这一排这个空调的按键 这小手感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呢 你坐上来啊 座椅的这个靠背啊 和这个座垫啊 对你的成组都很好 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是出手可及 用起来都很顺手 这个也就是人机工厂上的范畴啊 还有就是它的品控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品牌 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 配置上呢 这台车除了刚才说到一些 少的一些初心配置之外 其他的配置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低 具体来说大家自己去看配置表 我就不细说了 我想说一点就是 它让我比较惊喜的一点 是它的这个ACC自身巡航 和它的车道保持 它是一个接近于L2级别 驾驶幅度的一个系统 全速域的ACC全速域的车道保持 而且是可以在零速的时候开启 静止的时候就可以开启 在低速的时候 它的识别率不是很高 比L2级别的这个 就是控制方向盘的能力 可能会差一些 但是速度起来以后 基本上能接近一个L2水平 还是能够降低不少的 高速行驶的这个疲劳度 所以这套系统也是比较吸引我的 目前在这个价位啊 能达到这种加持辅助的 合资品牌紧动性轿车 只有雷灵卡罗拉和零排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 它的驾驶感受 这辆车的动力响应是非常顺的 你踩油门 它响应很快 特别是在低速的时候 很明显 第一脚油门下去 电动机先推你一下 然后紧接着 发动机的动力跟上 虽然说跟得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这种动力感受 我觉得在城市里是非常受用的 比如说你有一台车它的动力很强 但是呢它的响应又不是很快 比如说你要超车的时候 一脚油下去 你等别人像降丸挡 你的动力是来的很足 但是呢整个这个过程 可能雷铃已经完成超车了 因为在城市里很多时候 你走走停停 一加速减速 一加速减速 其实它是要很快的动力响应 在这种时候 其实这种感受其实更受用 但你要是一加速 然后全油门 或者说很深的油门 它的绝对动力确实不是很强 就是你会发现 它前段的响应很好 动力感觉还不错 但是后段并没有增加多少 不过我相信这种动力 对于大部分加强来说 也可以说是强了 唯有点不太好 就是它的帮你转速很高的时候 这个噪音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转向呢 比我想象中要更运动一点 并没有那么大的虚位 而且转起来呢 也不是特别的轻 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驾驶感的 在过那种扎道 或者说高速 你定的线什么点 还是能跟你很强的信心 就包括它的悬架 也是没有那么软 不会有很强的侧倾 在那种小的坑袜的时候 它过滤得很好 在低速过减速口的时候 它过滤也会很好 很舒服 但是就是速度比较高的时候 过一些比较大的坑 或者说一个大的突起的时候 可能会显得有点硬 OK 总结一下 如果是比配置的话 那它肯定是比不上中国品牌的 即便是这辆科技版 它的中控 它的车机 也是完全比不上中国品牌的车机 那同样的价格 它有什么值得买的地方呢 出色人机工程 做工 以及它很好的驾驶质感 当然这些地方呢 有些中国品牌做的比较好的车型 已经要赶上了势头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还差的很远 那就是品控 也就是质量 现在15万左右 能买到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它的中国品牌竞争对手 还有那些合资的非豪华品牌竞争对手 就连豪华品牌 国产的宝马一系 和国产的奥利13 它们的低配车型 都已经下探到了15万左右了 所以这辆车如果卖15万的话 确实不太好卖 但是如果能便宜到13万左右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值得去买的 OK 这就是本期老师来分享所有内容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